為了打擊垂貨客,港鐵推出新的措施 乘客不可以攜帶超過32公斤的行李入閘 港鐵在上水、粉嶺、羅湖和六馬洲車站擺放電子榜 乘客帶大型行李入閘前都要磅重 有乘客行李超重被職員禁止入閘 但電子榜用作沒多久就發生故障 錯誤顯示重量 港鐵出現要重設電子榜 這位乘客表示只是帶物品給外地親人 不過行李超重,還即場把貨品扔掉去 不理你幾錢,又不是走水貨 要買一些,一人寄我買的 買少許,買少許而已 不是買很多很多 回家用而已,有甚麼用 那一陣子都要小朋友吃 我扔掉它,甚麼都不要 給別人用 他都不給我過了,我扔掉它 剛才說不行,現在就行 有乘客批評新措施繳往過正 我們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將舊衣寄回鄉下給人們穿 支持環保 那他這樣的做法,是否足夠打船人呢 不過也有內地遊客說支持新措施 我覺得帶太多的行李 這樣也會影響其他人 不是很方便了 這一行磅重新措施會試驗三個月 港鐵之後會再檢討成效 以往上水站對出位置會有很多水貨客 自從海關加強抑制水貨客之後 車站出口的對開道路就暢通了很多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陳詠三不道 好,好,好,好